而另外春节假期的许多民众会开车出去玩 但是在新竹竟然有一名85岁的老先生 他开车到海边看风景 结果涨潮太快了 竟然连人带车被冲到海里 把原本在岸边赏鸟的民众全都吓坏了 大批警销人员出动 合力将老翁抬到岸边 受到惊吓的老先生 整个人不停发抖 怎么也没想到本来过年 开心到海边看风景 车子竟会落海 让他差点丢了命 新竹风情海岸外的香山湿地 是一个生态区 许多民众趁着年假来这边赏鸟看风景 想不到这名85岁的老先生 竟直接将车开到海岸边 结果退潮太快 老先生来不及反应 整辆车深陷在泥中 连人带车被冲到海里 那个水已经涨潮了 然后他已经涨潮 他人还是没有下车 当地地势险恶 就连前来救援的海巡队员 都走到袜子破了洞 另外也有好几名队员受伤 老先生被送上救护车时 惊魂未定 而且因为泡在海中太久 出现时温现象 冷到说不出话来 还好及时被人发现 才没有酿成悲剧 中天新闻和孟谦胡卫婷 新竹采访报道